是在210頁 神明記5章12節 当耶和华你神所分布的守安息日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湖杯牛驴生畜 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使你的湖杯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第十五节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所做过的奴福 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背帮币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神明記5章12節 从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分布的守安息日为了领域最新 如果在来买业要领域最新的天 跟住在你段官的家人 一切的工都不工作 讓你的老婆如比 趁親手禮一樣 安逾 你還要記得 你真的要記得 做老婆 也好話你的生用大官人的手 村出來的手骨帶你從那裡來 因為這樣也好話你的生 願付你受安逾你 安逾日來自於猶太人的規矩 安逾天是猶太人所受的規矩 雖然基督徒是用星期日來守安逾日 雖然基督徒是用禮拜日來修我們的安逾日 猶太人的安逾日 Sabbath是禮拜六 所以話說到有兩位猶太人 在一個禮拜六在街上散步 在一個禮拜六的時尚在基督徒散步 突然間看到一輛計程車開過 然後在計程車後面呢 他們兩位的朋友Lenny 跑在後面追那輛計程車 非常狼狽的這樣在追那個計程車 在那一輛計程車 其中有一個就對另外一個人說 其中有一個義太人就對另外那個人說 今天是安逾日 今天是安逾日 Lenny好像不太守規矩喔 Lenny哪像我在收這個安逾日的規矩喔 另外一個人就回答說 說不定他有一個很好的原因 不一定他有很好的原因 像什麼原因啊 是什麼原因 另外就是說 說不定他生病 不一定他在發病 急著要去醫院 他急著要去病院 哪有可能你看他跑得那麼快 你說他有可能 他在那裡跑到那裡急 說不定他要去生 他太太要生小孩 不一定他的太太要生小孩喔 不可能啊 上個禮拜都生了 沒有啊 他太太上禮拜就已經生了 說不定他要去看他太太 不一定他要去看他太太 不一定他要去病院看他的太太 也不可能 太太在家 不可能啊 他太太贏到 啊知道了 啊知道了 說不定要去看醫生 不一定他要去找醫生 他自己就醫生 沒有啦 他自己就是醫生嘛 這個就又想一會兒 後來再想看看 就說 說不定他忘記今天是安息日 另外一個就說 哪有可能 好可憐 你沒有看他那個全殘屍的名牌領帶 戴著嗎 你沒有看他今天是掛到那條 用魂來做的那個內褲帶 除了安息日之外 除了安息日之外 他是不可能把那個穿上的 他是不可能把那個穿上的 另外一個就說 哇你這麼厲害 哇你連他跟什麼內褲帶 你都有注意到 你連什麼臉帶都注意到啊 繼續問 你的內褲帶你都有看到 另一個說 看到那個領帶的就說 你怎麼說 你沒有注意到啊 你怎麼沒有注意到 就是那個領帶 卡住在計程車上面的啊 他說大大的客人車 走過的時候 他那條的不再就是 去接車問問問問問 懂了齁 還是不懂 沒關係 你怎麼這麼問 你怎麼這麼問 平安 謝謝平安 假設 你有一位同事也是基督徒 聖書 你如果是一位董事也是基督徒 是一位很忠誠的基督徒 是一位很忠誠的基督徒 他不只對聖經很熟悉 他不只對聖經很熟 他不但對聖經很熟 也很忠誠的照著聖經去生活 也很忠誠的照著聖經去生活 假設他是你同事 他是你的同事 有一天你們兩個一起去吃早餐 有一次你們兩個一起去吃早餐 點餐了以後 他點了你的早餐 他就問 他就問你講 我看到你點了培根跟蛋 我有看到你點一份這個圓豬肉跟兩 他就問你忘了相機裡面說不能吃豬肉嗎 請問大家 請問大家 你會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是你 你要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說不定人會說 我經常講 基督徒已經不用這個規矩了 他現在已經沒有收這個危機了 那他又問呢 他如果這樣再問呢 為什麼 你又會如何去回答 在聖經裡面 尤其是在舊約裡 以色列人記載了許多耶和華神給他們的律法 以色列人有記載了很多耶和華上帝送給他們的律法 比如說 聖經裡面有提到不可以吃一種海鮮 無刺 無鯨 無鯨 零的都不可以吃 就是說 如果沒有鯨 也沒有鯨 都不能吃 所以貝殼類的海鮮 所以像蛤蟆的海鮮 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 也不可以吃豬肉 也不可以吃豬肉 滷肉飯 所以說滷肉飯 掛包 我們上個禮拜才吃是不是 都不可以吃 都不可以吃 也不能穿兩種不一樣的材料的衣服 也不能穿那個用兩種材料的衣服 合起來的衣服 羊毛跟Polyasin一起做的 牛蒙跟這個人做什麼 做什麼做的 Cutton跟Polyasin一起做的 就是牛蒙跟這個人做什麼做的 不能穿 不可以穿 大家如果在後院種東西 我們大家如果在處理後面 立位計說 立位計說 你不能用兩種種子來種 不可以用兩種不一樣的經濟來種 只能種一種 可以種一種 就說你如果種不阿就不能種菜規 種不阿就不能種菜規 這都是聖經裡面記載的 這都是聖經裡面所記載的 當然我們可以講 當然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有一些基督徒不可能會照辦 有些基督徒會照這樣來桌 不會吃貝殼類的 不會吃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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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種骨 只會種一口骨 可是大多數的可能不會 但是台東所謂基督徒可能不會這樣再接受 那我們自己就可以問 為什麼有些律法可以不守呢 為什麼有些律法可以不守呢 如果有一些可以不守 如果有一些可以不守 那我們可以不守 那我們怎麼去區別哪一個不守 哪一個去守 還好耶穌有幫我們來區別 還有耶穌有幫我們來區別 還好耶穌有幫我們來區別 還有耶穌有幫我們來做這個分別 我們可能記載 記得這段經節記載在馬太福音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到四十五 我們都知道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六到四十這個經濟裡面 在那裡有人問耶穌 有人問耶穌這樣說 律法上的誡命 哪一條是最大的 第一條是最大的 耶穌就對他說 你要盡心 你要盡心 盡心 盡意愛主你的神 盡意聽住你的上帝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 這是第一條的概念 是最大的 也是誰 更大的概念 其次也是相似 其他的也是都很少 就要愛人如己 就是你要聽出兵親自自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最後那一句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 和一切道理的總綱 我可以說 當我們在想如何決定哪一條律法去遵守的時候 這個是最好的指南 這兩條概念是我們最後的旨得 盡心 盡心 盡意愛主你的神 盡意聽住你的上帝 以愛人如己 而且要聽出兵親自家族 在今天的經節裡 今天這個經濟裡面 聖命記五章十二到十五節 聖命記第五節十二到十五節 我們有讀到 神吩咐我們要去守安息日 聖地有君夫人要守安息日 如何守安息日 如何來守安息日 六日要勞盧做你一切的功 就是要六日裡面要勞盧做你一切功 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的神當守的安息日 但是第七日就是耶和華你的上帝 來守你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的所有 你這日你的所有 無論何功都不可以做 無論什麼事你都向無堂來做 雖然是這樣講 雖然是這樣講 實際上是要如何去實行的 是如何來實行的 因為在新約裡面 信到裡面 耶穌有說 耶穌有這麼說 在安息日救人 在安息日裡面求人 給人吃東西 給人吃米 雖然有做工 雖然有做工 是沒有關係的 是沒關係 所以醫生救人 所以醫生給他求人 廚師在安息日煮飯 當時有在煮飯給別人吃 這些都可以嘛 這些都可以 也不太一定 那錢就不可以 所以因為這樣講 是不是醫生跟廚師就不用守安息日了 如果這樣來說 那是醫生跟徒師都不用來修完特徵 我想也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也不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這樣的話如何分辨呢 那這樣要如何來分辨呢 我想應該有三個意思 剛才我所說的那個兩大介命 是其中兩個意思 剛剛所說的兩個概念 就是要所說的兩個意思 如何守安息日 如何來修安息日 什麼時候守 什麼時候來修 安息日的目標是什麼 安息日的目標是什麼 第一就是那一天 第一就是那一天 我們一定要盡心盡信盡意來愛主我們的神 對一個基督徒來講 對一個基督徒來講 這就是為什麼星期日我們來到教會 在這一天透過敬拜 透過敬拜 我們盡心盡信盡意來愛主我們的神 在這一天 從一早開始 我們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來愛主敬拜祂 從早開始 對一早開始 準備心來敬拜 準備心來敬拜 星期日 敬拜祂 不是為了其他的活動 我們不是為了其他的活動 不是為了要聚餐 不是為了要出餐 不是為了要打乒乓球 在打乒乓 從早開始 對一早開始 是要準備我們的心來敬拜的事 是要準備我們的心來敬拜的事 當然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禮拜日 十二點四十都有祈禱會 我們也知道我們每一個禮拜日 到十二點四十都有一個祈禱會 歡迎兄姐參加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參加 為什麼 為什麼 是為了我們自己要準備我們的心來敬拜神 這是為了我們自己要準備我們的心來敬拜神 祈禱會還有另外一個用意 祈禱會還有另外一個用意 是什麼用意 是什麼 就是代打 就是代打 為什麼要代打 為什麼要代打 因為我們需要去關心別人 因為我們要去關心別人 替他們祈求 替他們祈禱 也就是這也是安息日的第二種目標 這也是安息日的第二種目標 這也是安息日的第二種目標 用安息日來愛人如己 用安息日來聽人請求自己 來到教會 來到教會 我們有代打 我們有代打 來到教會 來到教會 我們有金錢上的奉獻 我們有金錢上的奉獻 來到教會 來到教會 我們有時間上的奉獻 我們有時間上的奉獻 這些都是愛人如己的行動 這些都是一種聽人請求自己的行動 來到教會 來到教會 跟其他人的溝通 跟其他人的溝通 也會成為那一個人所需要的勉勵 我們也會盡量 也是一個愛人的活動 也是一種聽人的行動 教會的對外社區服務 教會對外的社區服務 短宣 也都是一個愛人如己的行動 都是一種聽人 跟自己的行動 我們應該要記得 耶穌在安息日那一天 說如果肚子餓 這樣說 你如果肚子餓 或是有人需要醫治 還是有人需要醫治 這都是可以做的 這些事情都是通常的 因為其他人如果肚子餓 其他人如果肚子餓 如果其他人需要醫治 如果其他人需要醫治 如果有人需要醫治 愛人如己 也是愛人如己 也是愛人如己的行動之一 我們就是要聽人 遲遲自己 這就是安息日那一天 第三當然 第三 也就是休息 我們來講休息 除了用這一天來愛神 愛人如己之外 除了我們用安息日 這次來聽上帝 聽人如己以往 神也需要我們安息日來休息 上帝也要我們用安息日來休息 雖然我們敬拜之後 有人會留下來打乒乓球 這個也是休息的一種 這也是一種休息的一種 這也是一種休息的 有一些人會出去一起吃飯 有的人會休息去吃飯 聊天 這也是休息的一種 這也是休息的一種 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 也就是要休息 就是要休息 對我來講 安息日是禮拜一 我的安息日就是禮拜一 在這一天我會去散步 在這天我會去散步 也會看書 也會看書 有時候會去看電影 看電影 我也會去Princeton神學院 我也去Princeton神學院 參加禮拜一的禮拜 參加禮拜一的禮拜 這都是我自己安息日所會做的事情 這都是我自己在安息日裡要做的事情 得守安息日 讓大家就來守安息日 這個是十屆中的其中一條 這是十屆中間的一條 弟兄姊妹們 各位那些 我請問大家 我請問大家 我們真的有去守安息日嗎 我們真的有來守這個安息日嗎 可能有時候我們需要休息 可是當基督徒的那一天我們還有其他的責任 但是我們做基督徒的 我們要有其他的事情 愛神 我們要來聽上的 愛神如己 愛聽把人親自教你 盡心盡信盡義 愛主你的神 我們要盡心盡信盡義 來聽主我們上的 愛神如己 我愛聽人親自教你 來到教會 盡心盡信盡盡義 敬拜 我們也要盡心盡心盡義 來敬拜 互相勉勵 互相勉勵 互相代道 互相代道 然後去一台平行車 這樣啦 再拍 安息日 我們一起來守安息日 我們一起來守安息日 賜給我們安息日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我們需要的 這一天我們需要休息 也提醒我們在這一天 會盡心盡信盡義 愛主你 也愛我們的弟兄姊妹 愛世界所有的人 愛他們 如自己 願你 經常的提醒我們 不管是禮拜天也好 禮拜一也好 禮拜六也好 不管哪一天 我們 讓我們可以專心的來守安息日 我們這樣祷告奉主耶穌的名為求 阿们